那麽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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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位法師 這位菩薩 阿彌陀佛 好 接下來 由我來跟大家介紹 觀音法門 就是我們在下來的連續四堂課 那這次的觀音法門的介紹 我預定用法古山的三尊觀音 也就是開山觀音 祈願觀音 來迎觀音 搭配智者大師的四種三昧 然後還有聖言師父所講的 修學觀音法門的四個次第 念觀音 求觀音 學觀音 做觀音 來介紹這一次的觀音法門的介紹 那首先第一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 所以第一次 第一堂課裡面 我想要來介紹一下 來觀音道場修觀音法門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法古山這個道場 其實稱為觀音道場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 法古山其實最有名最有名 最有特色的應該是禪修 可是師父在我們每一個人 入法古山這個山門口裡面 他其實沒有寫禪中道場 而是寫著觀音道場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 那為什麼這當然有師父的原因 那法古山這個道場 為什麼叫做觀音道場 其實它有幾個原因 首先第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法古山這一塊山坡地 其實它原本 原本在這塊山裡面 其實就有一間小廟 那這間小廟 在法古山還沒來到這座山的時候 沒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這整片山裡面 有一間小小的廟 那間廟其實我們稱它為觀音殿 那那個觀音殿裡面供奉著 就是一尊觀世音菩薩 現在大家看到我的PPT裡面的 那一尊就是最原本 最原本的觀世音菩薩 那現在我們的觀世音菩薩重塑 其實就是依照原本的這一尊 那我現在把它擺在PPT上面 讓大家來稍微比對一下 那這是第一個原因 原本在這一座山裡面 就是這個就有一個觀音殿 那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早期我們在農產寺的時候 因為觀渡平原的計畫 農完寺要被徵收 所以當時候師父希望能夠找一個地方 能夠找一個地方 其實能夠蓋一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道場 所以當時候 然後這一個地方的主人 就是全渡法師 當時候也希望這間廟能夠讓一個有 就是讓其他的道場來做一個經營 所以也就是說 師父有說過觀世音菩薩找人 那我們創辦神聖言師父找地 所以曾經在民國78年左右的時候 在農產寺的念佛會的時候 師父其實帶領著 身屬四眾一起吃送大悲咒 結果那天吃完之後 隔天隔天 其實師父就很開心的 就是這個因緣就成熟了 就是說我們就找塊了一塊寶地 那這塊寶地其實就是法谷山 那現在看到 大家看到我PPT的一個狀況裡面 其實這個就是最原始 最原始的一個法谷山 師父站在高高的一個點 看整個法谷山 就只有那一個小廟 那第三個最主要的原因是 創辦人聖言師父 其實他本身就是修觀音法門 那創辦人聖言師父 其實他的一生 他自己說過 都是觀世音菩薩在照顧著 那這個部分 在之前的幾堂課 其實由常寬法師 常寬法師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這個地方我就不再做一點介紹 那這個地方 我只想跟大家介紹一件事 也就是說 其實創辦人聖言師父 其實他跟觀世音菩薩 第一次相遇的時候 是因為他的母親 母親因為性教 母親因為師父從小身體就不太好 所以母親為了他去性觀音 那性觀音的時候 他跟著母親其實怎麼 一起去這個觀音會學念經 那時候他看到那個觀音會 因為以前的人都很窮 所以他看到那個那尊觀音 其實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觀音像怎麼這麼難看啊 等我長大 我一定要做一個又大又美的觀音 所以大家可知道我們法谷山有幾尊觀音嗎 有三尊觀音 所以師父不是只有塑了一尊 我們法谷山有三尊觀音 第一尊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從外面一直到裡面 第一尊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來寅觀音 祈願觀音 最高點的是什麼 我們的開山觀音 三尊觀音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有稍微去查了一下 就是說師父從發了那個願 他想要做一個又大又美的觀音像 其實一直到他實踐的這個願 大概經過了將近快要六十年 六十年 所以有時候我們發願並不見得一定要馬上實現 只要你心裡有那個願是為了終身 他終有一天因緣一定會成熟的 那整個法谷山 在我們法谷山裡面 這三尊觀音非常巧妙的 其實正好在一個中軸線 在一個中軸線 開山觀音其實是在最高 而且是整個法谷山的中心點 那再下來其實是來寅願觀音 那祈願觀音晚了之後是來寅觀音 那這三尊觀音也有一個特色 如果我們搭配一下智者大師的四種三昧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 我們說開山觀音其實是常坐三昧 祈願觀音其實是半行半坐三昧 可以逐一地來跟大家做一點介紹 那在2006年的3月4號 就是第五屆的中華國際佛學會議的開幕池裡面 其實那一次的最主要的學術研討會 其實是在講觀世音菩薩與現代社會 其實師父就很清楚 創辦人聲言師父很清楚地定位 法谷山這個道場其實是觀音道場 師父說雖然我們法谷山的大殿 供奉的是三尊佛 釋迦牟尼佛 南無阿彌陀佛還有南無耀師佛 但是本山的主尊是觀世音菩薩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師父把法谷山這個道場 其實定位為一個所謂的觀音道場 那如果我們稍微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觀世音菩薩最主要的一個特質 其實怎麼樣 其實應該是先這麼說 每一尊菩薩 每一尊菩薩都會代表他的一種不同的 象徵的一種不同的德性 那慈悲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最主要的德性 我們說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怨地藏王菩薩 南無大志文殊勢利菩薩 其實每一尊菩薩大菩薩都有他不同的德性 那慈悲其實就是觀世音菩薩最主要的德性 那我們說其實慈悲這一件事是佛法的根本 還有佛菩薩的一個薪水 我們在經典裡面告訴我們 智慧其實是本具的 每一個人的智慧是本具的 智慧不是不假外修的 可是這個智慧怎麼被開起來 在《華言經》裡面就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其實要去開啟這份智慧是要用大悲 因為大志從大悲來 那為什麼前面加了一個大 這個大就是怎麼樣 指的意思就是平等 沒有減則 平等沒有減則 每一個你碰到的眾生 你都希望他能夠離苦得樂 而且你也希望因為你的原因 可以讓他離苦得樂 沒有減則 所以他前面加了一個大 所以我們說慈悲是每一尊佛菩薩的根本 還有佛菩薩的薪水 那我們慈悲最主要的呈現 可以來怎麼呈現 其實應順長老就這樣子跟我們講 所以說如果我們每一個人能夠不殺身 這就是對一切眾生能夠給予普遍的愛護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心形 這樣子就跟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相應 慈悲這件事我們怎麼可以落實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怎麼做 其實我們就是怎麼樣吃素 所以在慈悲道場餐法 也就是我們講的良黃寶餐 在良黃寶餐裡面他就有講的一件事 他說古代的經典 他就說食肉的斷慈悲種 那你一定會說法師啊 那我現在並沒有吃素啊 沒關係 一個禮拜有二十一餐 你從今天聽到的這堂課之後 你慢慢的告訴你自己 其實怎麼樣 要去長養你自己的這份慈悲心 我們說大智從大悲來 大慈悲心來 佛法非常重視智慧 但是我們說智慧是本具 它必須要藉由你那一份悲心 來開啟你這份智慧 那你這份悲心怎麼樣來培養 先從吃素開始 先從吃素開始 那你或許會說法師我們家沒有吃素 沒有關係 一個禮拜有二十一餐 你開始告訴自己發願 我一個禮拜至少有一餐 我吃素可不可以 我想這樣子並不為過 那下個禮拜你再告訴自己 那我試試看一個禮拜讓自己變成是吃素兩餐 然後之後再下個月開始 你再讓自己變成一個禮拜你可以吃素一天 這樣子慢慢慢慢漸進漸進 所以我們說修學佛法最重要最重要是寧願短不能斷 你讓你自己就是在沒有那麼大的壓力之下 讓你慢慢慢慢慢慢的進步 那我們怎麼跟觀世音菩薩能夠相應 修學佛法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能夠用 我們要能夠用 因為你有辦法用法跟你的生命 才能夠怎麼樣才能夠結合 所以我們今天修學觀音法門 我們第一個先學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那學觀世音菩薩的慈悲 我們要怎麼做 先學從吃素開始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個禮拜下次的課程 我們就開始從三尊觀音來講四種三昧 那今天只是先告訴大家 來觀音道場修觀音法門 或許你會說 我不是修觀音法門的 其實應該都是每一個人都修觀音法門 為什麼 因為觀世音菩薩代表慈悲 每一尊佛菩薩一定都是希望眾生離苦得樂 這個都叫做觀音法門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好 阿彌陀佛 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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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